上班族其實除了愛團一些甜點 或是一些熟食之外 他們也很喜歡團泡菜 因為你知道便當下開就加兩個 加兩個 加兩份 然後或者是下午肚子的時候 就吃這種甜的泡菜 所以像這個它是番茄 它是烏梅番茄 對 這家的團購也是團到 團到很誇張的那種境界 所以它是用烏梅的醬汁去滷的 然後它的每一個番茄 我怎麼覺得有一點酒味 對 它是酒製的 酒製的 然後上面的每一個番茄 它都會經過人工方式去剝掉那層皮 它應該是社女番茄吧 它上面的那個皮都是剝掉的 所以會讓那個醃漬的味道 進到番茄裡面 然後它又不會破壞掉 原本這個番茄的營養價值 所以它其實 他們家的泡菜 講求一件事情叫做 冷熟成的處理方式 就是它不用特別的煮過 像它的所有的菜 冷熟成 那就是未成年的概念 某種程度上它沒有煮熟過 對 它鎖住原本的營養價值 然後再添加兩樣東西 可以嗎 這個泡菜非常好吃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去朋友家 然後他們就有團購這個 就先倒出來一小盆秒殺 然後後來整盒就直接倒進去 就嘴巴把它秒殺了 超快就把它吃光了 可是這是什麼 什麼瓜 是這個 這個是百香果新瓜 這是木瓜 百香果新瓜的味道 那它的百香果也是用 屋裡的百香果 所以酸酸甜甜 非常的開胃 他們家自己會曬一些菜乾 就是回到腦脆生活 沒有啦 這好吃 老闆其實一直在講說 韓國泡菜很有名 日本泡菜很有名 台灣其實做這種醃製菜 其實也很厲害 而且它講出來 是更健康的醃製方法 讓大家可以吃到 真正原本這個蔬菜的 原本的健康價值 我喜歡這個新木瓜 因為木瓜非常清爽 好香喔 可是它這個百香果 讓它酸酸的 那這樣一罐兩百塊 很便宜吧 比超市還便宜 夠太多了 有些比較省的上班族 因為我覺得它的包裝 就包一個白飯 弄一個A 就好好吃 我覺得它的包裝很好 是因為上班族 在辦公室裡面 我們不能用那種帶妝的 用這種的話 你吃不完蓋起來 放冰箱裡面去吃 就很方便 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同情徐老師 但是我這家常常這樣耶 白飯就這樣 沒有東西吃啊 我不會煮 就一碗白飯 然後就吃泡餐 吃酸梅就吃飽耶 真的 跑過來的 他不想吃 你不用繼續再 我會補充一下 點到鋼釀就夠了 吃完那個以後 他想要吃冰淇淋 沒有冰淇淋 你知道 把冰凍庫打開 填那個 填那個 這樣 所以我要同學這樣子 很痛喔 不要這樣 他還在那邊 用舌頭黏著 你要不要 不要 來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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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拍手 來 來 來 拍手 來 來 拍手